俄国的船舰除了被乌军打爆之外 其实俄国的坦克被乌军打爆 可以说是最经典的 我们也可以了解到 这是美国的标枪飞弹 真的是力大功 乌军昨天又公布了 标枪飞弹 几回没有受邀进入 哈尔科夫的俄军装甲车 透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全车真的是陷入熊熊大火 影片又是全兜路 要请教余将军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炮塔被炸到高空 同时也让外界很压抑 这个又是同时高空地面 双镜头拍摄 那个爆炸位置好像比之前 好像还要更大 到底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我每次看到这种画面 我都会希望我们装甲兵训练指挥部 在做单车战斗教练的时候 要更精实 如果你不精实的话 这就是结果 这就是下场 非常可怕 对真的是很可怕 这个平时不流汗 暂时就要流血 现在不是流血 暂时变灰烬 这是非常可怕 这一架T72战车 这一辆它有多重 它全装载应该将近50公顿 全装载 那但是因为T72的这个炮弹 它的装法跟我们未来 我们要买的这个M1A2T 不一样 M1A2T所有的炮弹 都是装在那个战车炮塔 后面一个后脑勺 长长一块有没有 它都放在后面 为什么放在后面呢 如果被装甲武器打到之后 它比较不容易做连锁爆炸 对那但T72 它是比较旧式的坦克 它的这些所有的炮弹 是在整个底座的后面 插着很多支 大概可以装到将近40发 40发的战车炮 你说就在那个人员的后面而已 对对 我们以前就是像CM11 永虎战车 我们坐在这个炮塔 我们旁边全都是弹药 而且弹药 是敌火朝我 就是击发点都是朝着我 一发一发的 以前的战车都是这样 所以T72也是如此 那一般的标枪飞弹 砰这样下去 其实标枪飞弹威力没有那么大 它是一个热贯穿 它是两段燃烧热贯穿 进去之后就是发热嘛 然后呢 造成里面的人员装备的损伤 可是它为什么会炸得这么厉害 对 全装 这已经全装载 全装载 都是弹药 都是弹药 这很可惜是这一台T72战车 可能只打了一发 甚至一发都还没有打 全装载 里面所有的弹药 全部都在 那当这个标枪飞弹 一贯穿的同时 那旁边的所有的敌火 全部被引爆 全爆 全部被引爆 然后它才会像一个 像素质 大家以为是原子弹 砰这样爆 对 那个爆炸威力吓人 那整个炮塔变得跟开灌器一样 跳到将近几十公尺远 对 那个炮塔多重 超过十公顿 这么重 那个炮塔就快十公顿 这么重哦 整个炮塔跟开灌器一样 大飞了 因为飞得很高 对 那就表示说 这个战车里面 所有的炮弹 瞬间被引燃 哇 瞬间被引燃 那所有的炮弹 它的装药 如果大家把那个炮弹打开 看到后面那个燃药 里面的炮弹的燃药 大概就是跟原子笔管这样子 一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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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大概有几千管 一颗一颗的 为什么要这样子 而不是一整块呢 因为它是一颗一颗的 它的爆炸燃烧是瞬间 是瞬间 就是散燃一样 所以它里面 四十几发弹药是散燃 散燃 所以才会把这个炮塔 跟开灌器一样 整个炸开 那大家可以想到 里面的成员呢 里面的成员呢 早就化了灰烬了 瞬间就不见了 那个一瞬间就不见了 所以我才说 俄罗斯的战车 当它每一次 不管要进哈尔科夫 要进基辅 那战车跑得很快的时候 其实我们以前在 在作战演训的时候 我们的战车上面 不会像俄罗斯这么潇洒 一部雄壮威武的战车 跟我们国庆阅兵一样 这样开出去 没有这种开法 上面都会做了很多的伪装 要破坏战车的轮廓 所以为什么你看 即使俄罗斯的战车 它没有走在路上 但它几乎都走在路上 它应该是要走在 道路的两侧 要结合旁边的地形地物 再加上的伪装 虽然不能达到 很好的效果 可能伪装都还不够 对 它根本没有伪装 其他人配合去保护它 对对 旁边其实进入这种 复杂地形即将进入城镇 战车不会一步往前走 我们会把部战协同队形 先把步兵放到前面 那前面的步兵带有什么 有侦察的工具 有反装甲的飞弹 还有对空监视罩 它要前面进空以后 战车才会很迅速的 它不是一次开到城镇里面 那这次俄军有吗 没有 好像没有看到 我看到俄军在整个进入 不管是基辅还是哈尔科夫的路上 它被击毁的战车 几乎都是成战场阅兵的态势 对那个炮塔举得非常雄壮威武 这样往前走 然后完全忽略无人机的存在 他应该认为无人机打不到它 或许是他们认为 那边你在等着要开香槟酒 来庆祝他们进城 可能是这样感觉 否则战车的机动不是这样的 我们以前不管是参加 任何的大小演习 我们的做法不是这样 这个长驱直路一路开到定位 我们在道路上 我们会开到道路赶快躲到旁边 然后我的炮塔要掩护 掩护下一步战车 然后这样才会这样接近 所以你不要看是20公里的路 我们这样子交互掩护 要进的方式 可能要走多少 两个小时 交互掩护 因为你才能存活嘛 战车如果你这样 跟蚂蚁一排这样走 就像上次我们看的影片一样 直接点名还点车长 还点指挥官 这就是俄罗斯 在整个战术战法之上 因为他们承袭了二战 他们那种优越的那种态势 他认为只要是苏联大军来了 没有人敢接近我 反正我就是长驱直路 铁骑踏平你乌克兰 你就吓死了 可是这次乌克兰我讲 为什么乌克兰可以反攻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乌克兰反攻原因是 他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 节约与集中 他在基辅这周边 包含伊尔平这几个城市 他把他的水蔓延开了 整个水蔓延开 就辞滞了 由不管是白俄罗斯 还是由乌克兰边境 北方的所有大军要进来 被整个水给辞滞了 你的大军进不来了 然后我只要在这个地方挤门炮 对着你 你就不敢前进 因为你只要一前进 动作一变慢 我的炮兵一群就下去了 所以辞职了他之后 那乌克兰中间所有他的部队 可以做迅速的兵力转移 我可以往马里坡 我可以往赫尔松 我可以往这个北的顿内斯克 这样来做移动的集中 所以说大量的勇敢的节约 然后做迅速的集中 所以他觉得 怎么乌克兰突然间变优势兵力 他不是优势兵力 他有部分 他用水 用地形 水供 对 挡住了将近四到五万的基辅 以北的俄罗军队 这两天我们看到 竟然有坦克整个在水坑里面 整个陷下去 对 陷下去 那你一台车陷下去 后面车就不敢前进了 所以全部被辞职在那里 那辞职的同时 他只要留下一群的炮兵 留在一个地方监视他 你敢动我就轰你 然后绝大多数的装甲兵力 他可以往马里坡 往这个北顿内斯克 所以为什么北顿内斯克可以收回来 那就是分散与集中 我这边充分的节约 我集中到别的地方去 虽然这边五万大军 被地形辞职住了 那我集中了两万三万 我去攻你这一万 所以说兵力 用兵的技巧 就是分散与集中 巧妙的变换而已 所以这次乌克兰 巧妙的运用这些方式 为什么俄罗斯的飞弹的 射出去的成功率准确率 只有百分之四十 有六十都不知道打去哪里了 我要跟大家讲 对对二军 为什么打不到 因为我们去演习 我一个装甲旅到南部去演习 我的炮弹要经过减诊 因为平常我们的炮弹放在仓库里面 放在弹药库里面 不是拿出来就能用的啦 大家不要想得那么简单 要做减诊 每一发炮弹 尤其是越精准的炮弹 越要减诊 因为你长期放在弹库里面 虽然它有湿度温度的控制 可以拿出来做 要专业的人员 要试它的电流 要试它的雷达 要试它的引信 要全部做过测试 测试完毕之后 那个技术人要签证 这是于北城检查的签证 啪 贴上去 我送给部队演习 对保护有效性 对 因为你演习的时候 如果有一发不发弹 我告诉你那多惨 一个战车 砰 放个子弹进去 放一发炮弹进去 发射了 报告车长不发弹 哇靠 怎么办 怎么办 你还要在战场上去做 故障排除吗 那个排除 你如果刚好你拿出来之后 它引燃了 爆炸了 那不是伤自己 对 于将军 这个后来了解到 俄国的飞弹故障率 竟然高达六成 六成 六成 就是六成 根本没有减诊就上战场 没有减诊 对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说 我们炮弹很多 俄罗斯的炮弹很多 我们精准弹药很多 都在弹药库里 我随时只要开库就可以用 这叫做卡通 卡通才会这样演 正式的演讯 所有的炮弹 从弹药库里取出来 一定要经过减诊 它要先开 开箱 经过仪器减诊之后 封条贴名 才能运往前线 所以我就讲 为什么 那大家讲 为什么乌克兰的弹药 都不会失效呢 因为那个减诊的不是它 英国也好 北约也好 美国也好 你要送弹药给乌克兰 你不先减诊吗 检查好 再送给人家 对 因为德国曾经 突执一次嘛 送去给人家都过期的 被人家笑死了 因为乌克兰很聪明 它一开封就会直播 对 就直播 那俄国这次呢 有一大堆是那种未报的 甚至那个战机发射出去的 没有报 然后还掉地上 就掉地上 然后大家去检查 这怎么没报啊 对 那是没有减诊 它可能射出去之后 点火或是隐性 没有做过调整 没有经过减诊 它失效的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认为 一个国家 为什么人家讲 一个兵在前面打仗 后面要三个人支援 那不是扶着你大 也不是 你的弹药减诊 你的补给检查 还有油料 油料补充 这都要三个兵来support你 那俄罗斯不是啊 他大多数20万的兵力 全部投入乌克兰 请问他的后勤部队有多少 没有啊 没有啊 自己打自己吃自己补 你以为他是超人 各打各的 空军打他的 陆军打他的 他自己的 他没有整补的概念 然后连弹药减诊都没有 所以今天大家说 哎呀60%都失效 大家觉得很惊讶 我说一点都不惊讶 如果现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 你在弹药库里面的弹药 你拿出来就打 除非是步枪弹 步枪弹也会有不好的 我们连步枪弹都要减诊 你是越精密的飞弹 当你从弹药库里开库拆封 准备要送到前线去用 全部都要经过减诊 要检查 那俄罗斯 我敢保证 他根本没有时间检查 直接拿了前运就用 那相对的 北约美国 馈赠给这个乌克兰的 所有的弹药 都是经过减诊才前运 因为他的人力充沛嘛 我美国我要送弹药给你 英国要送弹药给你 我不是交战国啊 所以我有大多数的人力 可以来帮你做减诊 经过的仪器减诊 OK了 我钱送去 每一个都有贴保证 所以你看 乌克兰每一发标签翻弹 砰就出去了 这个恩浪飞弹 砰就出去了 都很准 没有凸的啊 那为什么俄罗斯 这么大一个导弹 碰碰碰掉到树林里面 然后掉到一个厨房里 被人民捡走 会被人民给捡走 还有整套仪器 前天不是还有那个 整套的通信设备 被抬走的吗 那个通信设备 不应该在地上的 那个是扛在货柜车 拖着走的 那为什么掉到地上 失效了 失效了 然后这个开拖车头的 要打算去投降 要投诚 可是我拖着一个 这个后面 会变成目标 我后面拖着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通信 直接丢了 对 我干脆把它解锁 让它掉地上 我开着拖车头去投降 还快一点 所以说目前 俄罗斯的战况 就是变成这样 所以很多人说 普丁急不急 普丁非常急 对不对 然后越急 这些将领 指挥越荒腔走板 越会让俄罗斯 投入多少进去 他就陷入多少 因为他已经完全乱了套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